在這邊的這個行政院到這個警政署這個地方 難道人民不該有機會遊行的空間嗎 整個機構法修正還是應該從一個機會遊行者的角度來去看 而再去跟其他的法令做很低 難道他們做了任何違法亂結的事情 我們不能前往懲疑跟情願嗎 請我們不要在外罰 請政署加油好嗎 這個時候 機會遊行保障法 出了政府委會之後 我們在針對這個熟知別商過程 我們觀察到的一個現象是 警政署在維持過往修法中的各種限制之中的立場 所以我想要希望可以跟這個立場 希望警政署有所改進的空間 在這次集會遊行法的修法過程裡面 警政署匆匆阻撓 至今很明確 警政署強烈要求 集會遊行法依然要有所謂禁制區的規定 雖然他們改了一個名字叫做安全距離 但是法律上的效果一樣 這個安全距離不是來集會遊行者的安全 是我國行政機關的安全 簡單講就是禁止我們集會的權利 也就是禁制區 所以老百姓在這個空間裡面 如果集會遊行除非能夠獲得官司的首本 不然所有的集會遊行都會被認定為違法 按照現行版本通過 未來集會遊行禁制區的規定 是哪些地方是禁止集會遊行的呢 我們會看到 首先 行政院是禁止集會遊行的地方 甚至這次還擴大 連醫院都是禁止集會遊行的地方 總統府是禁止集會遊行的地方 法院是禁止集會遊行的地方 這次還新增了 檢察署也是禁止集會遊行的地方 甚至總統的官署 還不是上班地方 是他住的地方 也是禁止集會遊行的地方 我們要嚴正的抗議 集會遊行不應該有任何的禁制區 如果集會遊行當中 發生了任何的危險 發生了任何所謂處罰的事情 警察本來就有公權力 可以逮捕所謂違法的集會遊行者 但是 他不可以為審先判 他不可以事前就說 哪些地方永遠都不可以集會 醫院到底可不可以一直禁止區 我們也必須要嚴格的說明清楚 醫院不應該是任何機會的禁止區 過去的集會遊行法 並沒有把醫院化進禁止區 十幾年來 沒有任何的問題產生 如果 有人在醫院的集會 傷害到了病人 或者傷害到了急診村的空間 本來按照現行法律 就可以強制排除他們 不需要事前做醫院的一個機會 任由所謂醫生跟護士 現在非常的焦慮 醫生跟護士 都在積極的發展他們的公會組織當中 如果醫院被化進禁止區 以後的護士 他們也要在那邊進行沈黏 他們要在那邊進行罷工 對抗他們無良資方 國人的地址違法 違反軍會遊行法 所以 再者 總統府也是一樣 總統府是我國最高的權力機關 他應該面對人民的質疑 這次既然要修改名字叫做 極有保障法 就不可以再任意職場任何的事實上 來讓國人民沒有機會 以下給你們的空間 所以我們堅持兩求 堅持區應該全部廢除 在既然當中 我國的警察法是 裡面 也在全線上來 就給你們了 特別18個以上 機關有很多的權限 那相對來說 其實就是 也就是說 我們其實不需要 再透過幾乎有請法的推定 再附屈警察警官 在既會遊行的時候 有其他的權力 能夠去做 這樣子的決定 那我們要回到的 這個問題 就是在於說 這次的既有法修正 其實往後還會很強的 是有關於 法院在個案之中 他怎麼樣去做認定的問題 也就是說 如果我們還是 法院的權利 跟我們所謂的強制排除 放在既會遊行法的時候 法院會去想一個問題是 這一部法律 雖然叫做 既會遊行保障法 可是裡面還是有很多 不保障的規定的時候 其實整個法律 跟其他的法律 在相比較之下 都是對既有者不利的 以及 整部既有法 其實當時的修正的目的 既然是要為了保障的時候 這部法本身 就應該要跟相關的警察法律 例如說警察職權行司法 或者是強制執行 行政執行法 會有某種程度的衝突 以及法律上的權衡 可是如果 我們還是把這個 在裡面的時候 這個時候沒有權衡可言了 因為 所有的法律 都是對於 集會遊行 以及表達一件者不利的一個結論 也因此我們必須要 呼籲的事情是 第一個 其實所有的執法 現行的法律的規定 都可以處理現行的問題 例如說我們剛剛講的 警察職權行司法 行政執行法 社會資訊維護法 以及相關的法令 都能夠已經處理 都有能力處理 現在 我們所會想像 可能發生的問題 其次就是 整部集有法 其實最應該要避免的是 主管者 行政機關 對於一個集會遊行的 預測以及判斷 為什麼我講 這樣子不好 是因為 集會遊行本身是一個意見的表達 我們本來就不應該 認為政府機關 能夠決定 這個意見的表達 最後會發生什麼樣的效果 這就是言論自由的本地 我們應該要尊重 每個意見 在整個社會裡面 他能夠去表達到的聲音 那這個就是 我們必須要跟各位 所強調的東西 所以我們也在此呼籲的是 整個集會遊行法的修正 還是應該從一個 集會遊行者的角度來去看 而再去跟其他的法令做衡 在集會遊行法之中 我們所謂的這項項項項 要警察 自別的義務其實只在 集會遊行法 這一個場合之中客製 也就是說在 如果這樣真的要面對 有害怕警察場的話 我們並沒有在這個時候 客製警察也必須要一定 標示名字的義務 警察之前實行法制制條 有要求警察一定要鎖制服 或者鎖制服 或是要鎖制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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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鎖制服 如果鎖制服的話 就不需要鎖制證件 我們不用說了非常多的案例 在 是在警察鎖制服的時候 我們喊的人不願意鎖制證件 或是鎖制證件的時候 遮掩他們的姓名 原因是 我們更不能保證 這種匿名的狀況之下 警察這種長期以來匿名的情況 能夠在外來嘗試 再用的是這樣子的事件發生嗎 事實上 警察就職系統的資靈 關乎警政署 警察系統內部 他們到底願不願意就職這樣的問題 如果他們願意就職的話 那麼有沒有臨時的標示 並不是重點 問題就是因為警察 只要不願意就職 因為警察到底是特別的 怎麼樣的警官做這樣的事情 他們永遠就不會 永遠就不會有警察 因為在實體執法之中 過當的警察而受到警察 也因此我們強烈要從 臨時必須要被保留下來的原因 就是因為 我們必須要更加嚴盛的督促 過了 後來 忘了 今晚的警察 該做到警察 問你 要不想 consecut 替他 警察 警察